涉及公布設施、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前人 全體簽署日期即生效 修正或廢止時一同 意思說這個公約 大家簽署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會公布實施 如果有更改公約內容 或是廢止的時候呢 那我們發展協會 會員今天開會通知 像禮辦公處、臨長以及各個會員來參與開會 然後再來修正或是廢止也是這個辦法 以上就是我們所談的社區公約 大家對於這個公約 我們在5月4號公告之後呢 看這張片 沒有人提出異議啦 也沒有人提出增補、增加或是減少 沒有人提出 如果以剛剛所談的這些內容 增補意見 增補意見 好 這個增補意見法 沒有人提出 對我們剛剛提出5點的合約內容 有任何意見 那我們現場開會 請各位社區代表 對於上面所提出來的有其他意見啦 有什麼需要現場做增補的嗎 好 那我們再看看 看完